《水浮》 录音合成 宋雪民 何大强 郭玉芝 主题歌作词 陈探员 主题歌作曲 傅林 演唱 豪杰 赵晶 监制 张克中 丛林 顾问 常树亭 李克勤 郭继 总监制 陈奉辉 导演 郭银龙 王波 那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呀 那是咱百姓流的血河泪 人有骨头 龙有鲸 那 总是有脸 书有皮 汉字门 春春大气 下昏观 马莫敌 刀发 吹哀扬流 咱哥的老天 整个高地 好 好 好 你这贱人 还有什么可说 事已至此 切身淡凭官员发落 哥哥 不要乱来 放开我 哥哥 切莫因着贱人误了前程 可依此修书大夫的回家就是 如此贱负 不杀难结我心头之恨 快删开 官人 哥哥 哥哥哥 老爷 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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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你不得 嗨 像我杨雄清白一世 却被这贱妇如墨的名声 如今 奸夫 严妇 拒已被杀 你我兄弟 哎 去到哪里 安身立命啊 哥哥 小弟早已行事过了 小弟自有的所在 请哥哥即刻变形 不可延误 先弟 去哪里啊 哥哥杀了人 小弟也杀了人 不去偷梁山坡入火 还能偷到哪里去呢 偷奔梁山坡好是好 可你我兄弟 又不曾认得那里一个人 他们 如何看收留我们 哥哥诧异 如今江湖上 接吻山东吉时雨 宋公明昭贤那时 结识天下好汉 况且你我一身好武艺 怎能有不收留之理呢 但是 凡是先男后裔 免得后患 我乃官府出身 只恐他们疑心 不肯收留 宋江不也是压司出身吗 哥哥放心 我等接拜那日 先在酒店和我吃酒的外乡人 便是梁山坡神行太宝带宗 我们可去投他 也罢 清平世界 荡荡乾坤 把人杀了 却要去投奔梁山坡入伙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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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敢偷听我等兄弟讲话 小人 石签 哦 古上早 你想干什么 杰鸡哥哥 听饼 小人近日 没有道路 便在这山里 掘些古坟 密些东西 因哥哥在此行事 不敢出来冲撞 方才 听说去 投奔梁山 入伙 我才敢出来 小人如今在此 只做的些偷鸡盗狗的够大 几时事了 若能跟随二位哥哥上山去 不是更好吗 不知 肯否怯待小人呢 梁山坡如今招拿壮士 你既是江湖上好汉 那算你一个 我们一同前去 多谢二位哥哥 走 走 杨雄 时袖时迁 离开冀州 便直奔运州而去 一路上 绕道而行 御林而入 待到一个傍晚时分 终于来到了运州地面 穿过香桂洼 远远望见一座高山 威然耸立 三个人便在一个 衣衫傍水的小客栈里 住了下来 客官 还不曾打火吧 嗯嗯嗯 店先生 告诉你们店家 我们自己理会 也好 客官 今日没客信息 灶上有两支干净锅 可人自用不法 店里有酒肉卖吗 这儿早起有些肉 都被禁村人家买了去 只剩的一瓶酒在这里 并不下饭 也罢 先借五升米来做饭 好嘞 小二哥 哎 来了 客官 有何吩咐 你家店里 怎的有着兵器啊 哦 这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 你家主人 是什么样的人啊 客官 您是江湖上走的人 如何不知我这里的自豪 嗯 看见前面那座高山了吗 嗯 变换作独龙岗山 山前有一座港子 叫做独龙岗 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 这里方圆三百里 却换作住家庄 庄主太公住朝凤 有三个儿子 人称住室三杰 庄前庄后 有五七百人家 都是他的店户 各家都分下两把坡刀 这里换作住家店 常有数十人家来店里上宿 以此分下坡刀在这儿 哦 他分这兵器 在店里何用啊 此间离梁山坡不远 只恐那里贼人来借粮 因此准备下兵器 我与你些银两 卖我一口坡刀 如何啊 这 这可使不得 气节上都编着字号了 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 我这主人的法度 可是不轻啊 哈哈哈哈 我自取笑于你 你一变慌了 来 过来 一起饮酒 小人吃不得了 先去歇息 客人自便 自便 来来来来 二位哥哥 来来 喝酒 来来来 来喝喝 真是晦气啊 连个下酒的酒菜都没有 哥哥 要肉吃吗 天家不是说过 没有肉吗 呵呵呵呵 哥哥 你看 哦 哈哈 西医肉 哪里来的 谢谢 你说 哪里来的 呵呵 小弟食材去后面敬手 见这只鸡 关在笼子里 我心思着 没什么东西 给哥哥们下酒啊 嗯 就被我悄悄 拿去小溪边 杀了 收拾得干净 煮的也熟了 特为二位哥哥 拿来 哦 你这次 还是是等 贼手贼脚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啊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哥 吃 吃来来 来来 吃 客官 你们好不知道理 如何偷了我店 爆小的鸡吃 哎 见鬼了啊 我等在路上买的这只鸡 怎么到这儿变成了你的鸡了 想个想个想个 别搅了我们的雅兴啊 来来来 那那那我店里的鸡哪里去了 你问谁啊 哎 敢不是被野猫叼了去 黄兴的吃了去 要鹰土了去 我 我等怎么知道 我的鸡刚才还在笼里啊 又不曾有人来 不是你偷了是谁啊 还我鸡来 不要争了 我就是一只鸡嘛 嗯 才是几个钱 赔一钱就是 赔我 你说的轻松 我那是爆小鸡呀 店内少他不得 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计 只要你还我鸡来 哎呀 你那个 放开 放开 店小二 你大功谁 老爷不赔你又能怎的 嘿嘿 客官 你们休要在此讨媒趣 我这儿不比别处客店 拿你到庄上 便做梁山坡贼寇解了去 到那个时候 鸟人 我 我们便是梁山坡好汉 你又能怎样 不是下的奴才 好意还一些钱 你不要 好 我等 天不赔你 对 就不赔 明人不做暗示 鸡 就是你大爷偷的 你能怎样 不好了 有贼 就是他们 送了 下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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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兄弟 这四门一定去报信了 此乃是非之地 不可救流 大哥所言极是 快走 别怕 我不过如此 不如烧了这鸟店 对 烧了他 哈哈哈哈 痛快啊 真痛快 哎呀 哎呀 二位哥哥 我中了埋伏了 快救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兄弟 快走 不 那十千兄弟 还在陷阱里 兄弟 再入恋战 你我都要落口 快去梁山搬救兵 回头再说 也罢 十千兄弟 你受苦了 我等区区便来 不要四哥 慢走 哥哥 慢走啊 慢走 杨雄 辞秀 拜见兄长 二位贤弟 请起 既是戴宗贤弟 举荐 便是自驾兄弟 二位休要客套 哥哥 还可同来 投靠大赖的 十千 不想偷到 朱家店里的 爆小鸡 一时 争达起来 不料 被那四门 抓中 哦 这个不难 带我等钱去 讨还便是 哥哥 那朱家兄弟 狂妄的狠 我等来时 曾路过李家庄 庄主 莆天雕 李硬 带我等身后 多次修书 与那朱家庄 不但索不回人来 犯遭一顿辱骂 指明便要 与咱梁山坡 见个高低 那住是三兄弟 自施武艺高强 庄若防守严密 全部把我等 放在眼里 哦 如此狂妄之徒 二位 且随我来 举报朝头领得志 好 走 海人们 鸟 将石秀阳兄 这两个鸟寺捆绑起来 与我斩其报来 好 哥哥 息怒 哥哥 二位壮士不愿千里相投 皆为我梁山坡名声所畏 如此志诚之人 哥哥如何却要斩他们呢 先帝 向我梁山坡好汉 自火避盲轮之后 便以忠义为主 使人得于民 一个个兄弟下山 不曾惹了锐气 新旧上山的兄弟们 也各个都有豪杰的光彩 可为何这两个鸟寺 却冒着梁山坡好汉的声名 去敢偷鸡摸狗之事 连累我等瘦容 不斩 又有何有 这 海人 有 起办 哥哥 没听这两位贤弟方才所说 那个古上早石前 原本就是此等样人 以至惹起事端 并非这二位贤弟 要垫入山寨 宋哥哥 莫要分辨 我等久闻朝天王一波云天 梁山坡招贤那事 才一片恶妄 千里相同 不详 也不过如此 要杀要寡 欺听尊便 你梁山坡胆小发誓 不敢招惹诸家庄 可我杨雄 就是变成厉鬼 也要喜荡诸家庄 先帝 先帝修生异心 此乃山寨号令 便是宋江藏友过时 也需斩首 不敢容情 新晋又立了铁面孔木 裴轩做军政司 赏功罚罪 已有定力 先帝 只得恕罪 恕罪 先帝修多言 今日先斩了这两个 将这丝收鸡 拿去那里做号令 便再去军马 去洗荡那个鸟村坊 不要输了瑞幸 你看如何 哥哥全且息怒 我宋江也 每每听得有人说 祝家庄那丝要和 俺山寨作对 小可不猜 愿亲领一只军马 骑请几位贤弟 下山一同攻打 祝家庄 若不洗荡那个鸟村坊 势不还身 至于这两个兄弟 还望哥哥散思 这 兄长所言极是 朝廷王 目前正是山寨用人之计 岂可两军尚未交战 便自斩手足之人 朝改哥哥 梁雄与石秀均是小弟举线 如若怪罪 请头领先斩了小弟 万不可君了贤路啊 是啊 哥哥 不能斩到贤路 我等归请头领开恩 也罢 既然众位兄弟如此 那就暂且放过他们二人 谢朝领宽怀 谢朝领不然之恩 宋江贤弟听令 宋江在 宿点人马 进兵 祝家庄 宋江遵命 公司 或许 nomb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哥,俺李逵嫌得多迟,不曾杀的一人,我去,我去 李逵贤弟,你去不得,若是破阵杀敌,倒用得着你,可这做细作的勾当,你却干不来 哥哥,亮着一个鸟桩,还藏莫无不成,只去让兄弟带三百个孩儿杀过去,便把那鸟桩上的人都砍了 你 何须派人先去打听啊 你又在胡说,且去一旁,叫你再来 打死几只苍蝇,也许大惊小怪 师兄,杨林 在 师兄弟曾到过那里,可和杨林一同走一走 哥哥,如今我等许多人马到这里,他装上必然的地方 嗯,我们伴做什么样的人去好呢 我看这样,我打扮成个解磨的法师,身边藏了短刀,手擒法环,于大路上摇枪过去 你听着我的法环声,不要离了我的前后 也好,小弟原曾卖柴,我只挑一袋柴进去卖,有些管籍,扁担,也用得着 嗯,好 二位兄弟,速速打点,古庚,启程,遵命 卖柴啦,卖柴啦,上等干柴,上等,干柴 老丈,买柴,这可是上等干柴啊 不买,不买 老丈,请问此间是何封锁,为何都把刀枪插在当门呢 你是哪里来的客人,竟不知这其中的奥妙 哎,快走,快走 小人,是山东犯马屁的客人 哎,消折了本钱啊,回乡不得 因此,单柴来这里卖 所以,不知此间的乡足地理啊 既是外乡来的客人,便快去别处躲避 这里,早晚要有一场大厮杀 哦,老丈,死这等凡胜的村坊,怎会有场大厮杀啊 客人,你真可不知 那不是天上来的黄河水啊 那是咱百姓流的雪和泪 人有骨头,龙有鲸 金啊,装饰有脸,书有鲸 孩子们,车鸡大气 下温暖,花花的 刀花,吹呀呀溜 三人的老街,整个高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水浒》第29集 剧中人潘巧云由王洪梅扮演 杨雄由谢文元扮演 石秀由张维志扮演 石谦由杨文秀扮演 殿小二由朱恩赞扮演 宋江由王波扮演 曹盖由金建国扮演 解说王波 参加演播的还有李山,王大伟,胡战利,杜公海,胡喜龙等 由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 中外合资哈尔滨万龙国际药研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那何如品厂 哈尔滨铁道建筑安装总公司联合录制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员